国内的疫情是扩大的延烧 尤其在花莲17号新增了119个确诊的个案 除了环境大倾销以及做好个人的防疫措施之外 病毒是藏在细节中 观光局花东重骨管理处还特别针对 既往送来的邮件物品先行以紫外线消毒之后再分发 多一份的防备也能够多一份防疫的工作 有物是送来的邮件资料还没有过目分类 服务人员就直接先送进箱子里进行半小时的紫外线消毒 进一步防堵病菌入侵破坏身体健康的安全 这是观光局花东重管处另类的防疫工作 魔鬼藏在细节中 观光局花东重管处在去年三级警戒时 除了异地办公环境清销以及个人防疫之外 还特别针对了既往送来的任何邮件物品 全都先行消毒紫外线杀菌再分发 处长郭振林希望多一份防备 能多一份防堵病毒入侵的机会 那最主要是如果是管理处这边有疫情的影响的话 就会到各站 所以我们会以这个管理处的这个收花为重点 所以会有这个文件交往的一个紫外线消毒的这个机制 那如果说这个管理处的不有影响的话 就会到第二办公室再去处理这样 国内疫情连续三天确诊个案破迁 尤其花林县今天也新增119个确诊 除了政府工部门、机关单位 个人确实做好防疫 才能够保护自己以及家人健康的安全 记者是玉兰瑞士采盲报道